今天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這個上面覺得還蠻很好 譬如說每一天是在情緒講課 裡面講的盜窮指示 裡面裡面出一張這個消息 要降息還是升息 統統指數怎麼樣 全球的經濟趨勢、經濟發展 如何去影響台灣股市的發展 蛤?不是每天都有給我報股票嗎? 我有去看是不是真的有漲 還真的有漲 鳳典來囉 他還派一個漂亮妹妹給你報牌 一鳳眼妹 那麼鳳 祝你有一個愉快的一天 在瑪莉亞島掛筆去的 欸 今天是 2023年的12月8號 我們從2019年的12月8號 拍Gash點數上傳 我們反詐騙到現在 已經四年了各位 終於要做到這一步了 股票詐騙截碼 今天我們會把所有跟股票相關的手法 通通都給你截碼乾乾淨淨 那為什麼之前都不做咧? 絕對不是我們漏掉啦 絕對跟這東西沒有關係 那今天... 對... 我原本以為殺豬盤是最後一隻的 你還記得啊 對我還記得 不要提醒大家啦 大家都發現我們完全忘記股票了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漏掉了 因為我們就沒碰了 對嘛 因為原本我們也沒碰 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受害 現在真的有去了解 才發現 被騙的人不但多 而且金額都非常大 你會玩股票的人一定有資本嘛 隨便一張就三萬五萬 貴一點的幾十萬的都有 你又不可能只買一張 賣個十幾二十張 幾百萬起跳嘛 所以你有足夠的錢被騙 再來很多有錢人 大家的長輩 都有投資股票 所以當這些騙子用投資股票作為切入點 就會有非常多人掉入現金 不外乎大部分的手法會像這樣子 12月必漲股 總爆牌17檔 總盈利141700多塊 34塊漲到156 35塊漲到103 下一檔 代碼4XXX 17塊匯到70塊 百分之百賺 然後底下就一堆 領取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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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各個平台跟廣告 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模式 那我們也挑了好幾個去加了哦 後來他們怎麼回 他說他是某某投顧的助理啦 問你有沒有在抄個股票啦 你玩多久啦 給你他的獲利參考 一個月就賺了75萬 稍微有錢一點的人 他可以拿手機出來 這真的心動死了 我就跟他講 我要領取爆牌 他叫我買 威剛 3260 103.5的下方買入 配置本金的15到20% 獲利呢 會是10到13% 我們現在就買 我們看看 渣賓集團在搞什麼花樣 沒痛過 不知道痛啊 各位 我替你們痛一次啊 買進 下單 委託 成功了 他說他會 即時通知我脫手 我現在呢 有一個想法 我相信他不會一開始就騙我 他一定會先養我 等到我真的信任他 再開始宰我嘛 這一段過程呢 會拉得非常長 如果我只實測他的話 我覺得有點太可惜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來 各位 現在呢 我們人在一間投雇公司 這一次我的打算是這樣子 預期 只是解碼詐騙集團 乾脆來看看 真正的投雇分析 跟這些詐騙集團 落差在哪裡 我們現在來的這一間是 泳城投雇 我現在選了他們公司 最厲害的分析師 號稱 選股擂台 五連霸 我們就看看 真正的這種分析老師 跟那些詐騙集團 一定有很多差別嘛 因為我們是一個 正式合法的投雇公司 只要來加入我們投雇 第一件事情 當然是簽訂 賣生氣嘛 不要講賣生氣 保護彼此的一個 好好好 委任授權契約書 那也是保障你的契約 現在簽吧 OK 好來 我現在你 這邊幫我簽個 這邊簽 OK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樣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咧 接下來我們在這期間 你會帶著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告訴你 怎麼買 怎麼出 金額多少錢 然後時間多少 你有什麼樣的疑問 我會幫你解決 你會幫你做完整的統計 讓你知道 跟我們合作的過程 你在股市場裡面 有沒有收過 反正我們不說那麼多 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這些詐騙分析團隊 跟真正的分析老師 到底差在哪裡 探權概念股 如花掛 73以下買進 陳月一在 4164 60月 37104 我直接買4張 218400 有一天大片群組 都有人說他買入 脫離6.93% 賺了34,500 全部都是中價 我這幾天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 這個上面覺得還蠻可怕的 譬如說每天在群組講課 裡面講個造成指示 裡面出國內的消息 要降息還是升息 統統指數怎麼樣 全球的經濟趨勢 經濟發展 如何去影響台灣股市的發展 他不是每天都有跟我報股票嗎 我有去看 是不是真的有漲 還真的有漲 鳳點來囉 他還派一個 漂亮妹妹 給你爆牌 一鳳眼妹 這麼鳳 祝你有一個愉快的一天 在瑪莉亞當寡廳 有什麼 這樣 花這麼多的時間 跟你培養的感情 真的會一步一步 建議你覺得 好像他是成本 你看我找人家分析室 我是負了18萬人家 人家才願意幫我做這件事耶 他還沒有像詐騙集團 你整理這麼多經濟趨勢給我 你這樣子前後比較下來 你是不是會更相信 詐騙集團 263 雅航38萬 我給你拚了 雲花28萬 妖珍16萬 我拚了 總共雲花 123萬 一天的訊息量 詐騙集團已經抓到 讓我覺得 他才是真的 頭顧 才是詐騙 他現在叫我辦奇怪的平台 連進去就全賠了 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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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看起來就有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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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上次說 胡華是探權相關的嗎 沒有錯 去年下班 你的轉型 大探權 不探望工業 也就是要好 除了幫飛機維修之外 他也可以自己製造無人機 上這裡 裹到衛星的天線題材 他又有開發出 毫米波雷達 靠爆量拉圍之後 這應該還會在我空間 今天我水果頭 虧錢了 8085 2063 都要賣出 不要再出不到了 我又沒來找 痾... 雞巴 梅花 那邊要找梅花 還是鳳梅比較好 我要去找花樣的東西 明天快樂 祝你身體健康 明天將引來2024年的總和將一 錯過沒有跟到 我這樣怎麼辦 你的錯息可能來不及 跟得上一個即時的訊息的話 先把手上的股票先出一出 我選一個檔案 反正你看到你就買了 目前調查這個詐騙集團呢 發現他們的手法就是 偽裝成專業的投資分析團隊 早上就有漂亮的客服 跟你嘘寒問暖 晚上呢 又幫你上課 分析全球的經濟趨勢 甚至會給你股市行情 讓你得到一點微薄的獲利 群組大約有12到15個 不等的詐騙集團成員 假裝成投資客 不停的在群組裡面造神 被布局2至3個月 準備要收割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現在有特殊的行情 有內線交易 我們會被狙擊 必須要下載 不知名的第三方平台 然後把錢 錄到這個平台裡面 才可以有到更高的貨值 錢進去是一定出不來 所以如果你擔心的話呢 他甚至會請專業的車手 假扮成外務員 上門跟你收現金 簽合約 讓你放心把錢交給他 7402 再76塊 加O1 好 沒問題 我今天買個大概200多萬 哇 你直接準備把他喝嗎 對啊 他到時候再報給我 再報個五六百萬進去 到時候你也要貸款 老師 但是我們現在呢 三個月的實測 也過了 詐騙集團 我們也調查的差不多了 詐騙集團的車手 已經約我們要去領錢了 等一下我們就會去抓車手 但是我相信 大家會更好奇的是 到底 選股擂台五連棒 這一次成績如何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 這三個月以來 我們整個股票的買賣 是發生什麼事情 一開始呢 其實沒有賺很多 嚴格說起來 是小虧 我們還在試水溫 還在試我們配合的默契 然後我們都用 比較少量的方式去試 有賺錢的時候 可是沒有出到 後面又覺得要等比較久 要想說先止損 先出掉 最後老師 你是叫我 在1月19號的時候 買這支一期嗎 沒錯 你叫我把我爸媽都壓進去嗎 我造作 我造作 就是因為我把我爸媽都壓進去了 獲利一百多萬了 所以各位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六星不認才會成功 就是要這樣 我這次是不是有學到 就是精髓 所以老師我其實有一個點好奇 為什麼你會這麼有把握 一期他做的東西 是軍工裡面最新的東西 叫無人機 從何物戰爭以來 你就會知道 其實真正在打仗 都不是人 都是機器 那無人機是在最低傷亡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運用最多的戰術設計 所以這是一個常見趨勢 既然他是趨勢 一定會有趨勢本線 喔我懂 所以我認為我們往這邊來去做集中 機會會更好 但年前我們就開始做布局 過完年之後 其實到3月1號 達到我們的目標了嘛 你就先獲利 出場了 我自己這三個月下來的體驗 我覺得找分析師 也是有可能賺錢 有可能賠錢 但是會長期掙期望值 我覺得這個點很重要 那重點來了 到底 詐騙集團 跟真正的分析老師 是差在哪裡 首先 分析老師 是沒有什麼漂亮妹妹 每天跟你虛寒問暖 也不會跟你談情說愛 詐騙集團呢 就是會 他就同時跟你談感情 再來 他們通常會有一個假平台 一開始他不會跟你講 到了某一天 你對他足夠信任的時候 他會用各種說法 像我遇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老師呢 抱的股票 會被拘擠 我們是提前幫你們先買下來的 所以量有限 也要用我們這個平台 才可以支下交割 他甚至可以讓你去下載一個 安裝包 讓你交易對不對 對對對 我的就是這個 他說你存錢 有什麼方式 存到指定的帳戶 或者是他來給你拿錢 我的就是這個 還有一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公司你有沒有看到 對 這個也很重要 我有約說我要去他公司 他跟我說 我們沒有到三千萬 你不是我們的 大客戶 你不會來 他會想方設法 不要跟你通用 但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詐密集團 他其實會讓大家小賺一些 像他有推薦你去我買 威剛嘛 有上的那種賺嘛 他其實叫我買蠻多的 我後來就看 都有稍微小賺一點小賺一點 然後我就發現說 他們感覺是有底子 他會開始跟你分析 美聯儲說了什麼 國際戰爭怎麼樣 黃金走向 石油怎麼樣 非常廣泛 對 他會很努力的讓你覺得 他真的有專業度 基本上就大概是這些 這就是我們三個月來 整個投資還有調查 這樣子的過程 然後老師最後問一下 還有沒有下一檔 類似像疫情那種 其實我手邊有很多好目標 我都說了 以後你就是我親哥哥 你看起來好親切 接下來 我又準備另外一檔公司 是 今年一片是預估有十塊 現在的股價還很低 我覺得未來股價還很低 來 各位 我們現在準備要跟 詐欣集團碰面了 本來他們是叫我 入境到他們的平台上 對不對 對 但是我是有點猶豫 這二十萬進去 就沒啦 所以他感受到我的猶豫了 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享有他的 VIP府上特約服務 安排外務員前往我的指定地點 帶著公司的硬件 正式的收據跟我 收取現金 無外無遠 就車手嘛 就直接講車手嘛 我錢還是會給啦 對啊 然後我就給他這間 SAFEN的地址 我是想說監視區會派到車手嗎 我就可以抓到人 把錢拿回來 但是正準備要碰面囉 剛剛他打電話過來 跟我改隔壁的公園 我現在的車手其實都蠻聰明的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躲避警方的追查 所以沒關係 他們躲 我們就主動出擊 我現在想法是這樣 來 等一下 你就是從這個樓梯直接上去 那個公園就在旁邊 你就叫那個車手過來 我們直接抓他現行犯 因為我直接站在上面 他就知道我在這啦 但是我們埋伏在樓梯 他一過來 我們就出來 好不好 你先幫我打電話叫他過來 因為是你跟他接洽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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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一下 你是幫忙拿錢的 我拿錢 我就現在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啊 這個有法律得任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發生什麼事 沒有法律 來來來來 我們坐下來 我們坐下來 你在哪裡找到這個工作 廣告版 哪裡的廣告 可不可以看一下 他說日領 但是沒有給你答覆 他原本開的薪水的底價是多少 保底六萬 月薪保底六萬 然後叫你一直幹 一直幹 原本說一直幹 就是要一直出來領錢啊 對 那你可能要領好幾百萬 他剛開始出來 他是聽證的司機 然後你去做提問 他會跟你說不缺司機 去外務 他跟你講說 這個基本上就是緩刑 這個是要罰錢的 不是緩刑 你已經脫產了嗎 還是什麼 沒救了 負債幾百萬 沒有 那你幹嘛來做這個 有什麼壓力 你有沒有車貸 有 我有沒有仿租 這個他媽的 現在一眼看過去誰沒有 這樣房租多少錢 這怎麼會是壓力 你正常去好好工作 就算只是去工地 一個月也有個四萬人 我跟你講因為你是第一次 第二次我就可以叫警察抓人 在法律上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也沒有要抓你的意思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機會 你要看誰 你如果繼續幹這個事情 你會更沒錢 因為你隨便要負債幾百萬 我跟你講一個有趣的 今天他跟我拿二十萬 明天可能再叫你拿二十萬 下禮拜再叫你拿五十萬 一個月下來你拿了可能兩百萬 再負你六萬 你這樣拚一把 可能要關的可能要罰幾百萬 你真的覺得花得來 你幾歲 有趣 真的是大好了真 二十七歲來幹這個 二十七歲來幹這個 是三個月 最終他一定要有一個方式可以收網 就是告訴你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平台 更優惠的策略 讓出我們已經有的利潤了 這是內線交易消息 反正他就是用各種的話術 想辦法讓你從公開金管會認證的證券平台 轉移到一個未知名 你從來都不知道的一個投資平台上 開始有各種裝腳在群組造神 說老師讓他賺了多少錢 多少獲利開始PO現金 因為我們老師已經財富自由了 我們老師的目的就是造福世人 對不對這樣嘛 就是造神嘛 菩薩降師 對嘛 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想辦法讓你把錢去轉移到他的平台上 最後有一天你就會發現 群組怎麼突然變成沒有其他成員 你聯絡不到任何詐騙集團的人 你報警也追不回來 只要你錢投入進去 絕對都拿不出來 那最恐怖的還是 他們是有跟專業的分析師團隊配合的 所以真的有辦法讓你在台股上賺到個幾萬塊 甚至十幾二十萬 那因為很多人賺錢了嘛 就相信他是真的 所以 我現在說這個集團是詐騙的 很多人甚至不會相信 現在在看影片 我相信有一些人呢 家裡有人在碰這些股票群組的 你跟他講這是詐騙 然後他會覺得 沒有啊 每天晚上都在講課程啊 早上叫我做當充的 賺了五千啊 昨天賺了一萬啊 這怎麼會騙人的 我收到非常多的投訴 他跟他爸爸媽媽講 爸爸媽媽不相信 或是他跟他老公講 跟老婆講 反正不相信 因為很多的人對這些群組是很相信 相信到 反而不相信家人的勸 更相信這個老師 是真的想要造福世人 這個老師其實就是佛祖轉世 呵呵呵呵 他寧願相信這個 等到你的家人 真的已經對這些老師 產生足夠的信任 甚至變成信仰的時候 你怎麼勸都沒有用了 這個是我覺得最可怕的 那怎麼去防範 很簡單 只要是這種什麼 投資群組投資平台 如果他有一天 要你轉移到其他的平台上 只要不是台灣本土前十大券商 我現在列出來的這個 元大 凱基 富邦 永豐 國泰 只要不是這前十大 你就一律不要用 再來 未上市股 只要他不是你的朋友 親戚 你沒有辦法到他的公司 看他的會計 看他的財報 你就不要買 最後 只要你去投資 國外什麼港股 通通都不要投 你就秉持這三個條件 你在股市基本上就不會被騙 那這些股票群組呢 他們也會帶大家做虛擬貨幣 黃金 外匯 很多其他的各種金融商品 所以不管他是什麼商品 你只要記得 你都是用不知名的網頁 APP 這就一定有問題 然後呢 這一次我們拍完影片之後 我們跟永成投顧 達成了一個反詐騙的協議 那因為他們也看了這些詐騙訊息 他們也發現這個問題真的是有點嚴重 他們有很多可以做好反詐騙的資源 是我沒有的 所以 你不一定要付他們會員費來投資 就算你不付會員費給他 他們也會免費幫你做反詐騙的資訊 讓你們不要被騙 連結我就貼在連 未來大家有任何股市相關 你絕對是詐騙的 或者是你不了解股票 但是你想投資 你可以直接來跟他們做詢問 然後我覺得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我反詐騙 終於是賺錢的 呵呵呵 Fearry 終於有一集反詐騙賺錢了 我太開心了 他真是我親哥 呵呵呵呵 這個其實是不是太難得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 拍一集反詐騙居然可以賺錢 哇 而且不是只有我賺錢的 因為我花了18萬買這個會員嘛 我希望可以利益極大化 我就把分析師給我講的股票 告訴我所有的朋友 我一個人就賺100多了嘛 那所有的這些朋友加起來 或是應該也有上千萬 這是我覺得還滿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在我所有分享出去賺錢的人裡面呢 其中有個案例很值得分享 就是這個人 他因為去參加其他投資公司的會員 然後呢 100萬進去被騙到只剩下30萬 這算是一種合法的詐騙 他雖然騙你 但是從法律的角度上 你卻沒有辦法告他 沒辦法起訴他 夠屌吧 超屌 頭顧業也並不是說 每一個分析老師 都是會做很完整的規劃 好的老師也是有 但也有部分的老師呢 會跟民眾收會員費 再跟主力配合 到貨給這些民眾 兩頭賺 這也是有人在幹這件事情的 我們這個受害者他就是遇到了 他就每一天啊 一直傳一大堆 告訴我說 欸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哪個分析師怎樣怎樣 他傳給我傳給我 他快瘋了 他每天其實都蠻負面的 賠了將近70萬 那最終呢 我就跟他講了一支股票 我就解給他 我已經買了多少張了 我是真的沒有買 然後我還會再買 買的時候才不到75塊 因為我有拍攝嘛 瘋路老師他是 疫情都做了200多%獲利的人 覺得這個人應該是有料的 他應該不會想炸招牌嘛 他就說好 他跟 因為我是真心想幫他 我就說 如果真的賠了 一半算我的 不想要讓你感受到 社會的惡意 社會還是有善意的 這是一月底的事情 直到三月初 除掉的時候呢 我也告訴他 我除掉了 他就告訴我說 很感謝 猴子資金回來 大概50萬台幣了 終於可以把他欠款還掉了 然後就當他30歲的人生 重新開始 他就整個心情放鬆了很多 這是我覺得真的很開心的部分 那最後呢 我就想告訴大家 就是 我拍了這麼多詐騙解碼 算是把很多手法都已經解析得很清楚了 我們也凝聚了一些資源 大家好好珍惜 可以去諮詢不要給人家騙 就真的不要給人家騙 不然我說真的各位 我們拍這些片 都是會收到不少死亡威脅的 你們聽喔 你們很XX嗎 我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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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4到5年前 我們拍Gash點數情色詐騙的時候 就受到人生第一個死亡威脅 到今天 已經收了二三十次了 現在如果突然有槍手過來 哇真的兩顆土豆 哇操 是哪一個手法 欸 你也抱一下好不好 你是貸款詐騙了 這樣 哈哈哈哈 我貸款詐騙了 這樣 我是人頭戶 你也講一下好不好 你到底是什麼手法 你是黑網 還是人口販運 網路投資 我解碼了二十到三十種手法 還是你是車手的 你也要抱一下名號喔 對就是 就是我做這些事情呢 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騙 真的不是因為流量 要流量的話 我有很多東西可以拍 而且我早就去拍短影音了 短影音才是現在的流量福利 又好拍 我拍一支長片 三個月四個月半年 我拍短影音 一天隨便可以拍個三支五支 怎麼樣看都是短影音賺錢 短影音流量高 繼續做詐騙街嘛 這些跟社會公益相關的議題 就是因為我看到了這些問題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能力可以來盡一份心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認真看 然後分享出去 可以讓更多的人不要受害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說真的 沒有人是不怕死的 但人生多數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有恐懼 不能因為這些恐懼 就停止往前嘛 就算我沒有收到死亡威脅 我也有可能過兩天 我發生那個意外 我就掛啦 但人生的長度 不是我們可以決定 但是我們可以決定它的精彩度 就至少 我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挺有意義的 是挺好的 我有在 告訴大家一些正確的事情 讓受害者 少一位是一位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 就這是我能做的 與其 庸庸碌碌碌 平平淡淡 一輩子懼怕的 過到八九十歲 一百歲 我寧願害怕恐懼 但還是驅動自己往前 也許這樣的時間 會比原本八九十年還要短很多 至少會比原本八九十年還要精彩很多 那麼今天影片呢 其實差不多就這樣 未來 如果你們有更多跟 股市詐騙相關的訊息 要諮詢的話 可以去找永成同步這邊 我們就下次見囉 好棒棒 好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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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感谢观看